他们出口表现优于预期 原大宝华今天上修经济成长率到2.25% 不过董事长梁国元警告 短期数据表现不错 但长期并不乐观 因为现在的经济成长力道是虚的 提醒政府在产业政策上得优先解决五缺问题 爱美APP国际各大机构上调全球经济成长率至3.5% 台湾也不例外 尤其出口表现超旺 短期数据相当亮眼 原大宝华上修2017年经济成长率为2.25% 第三第四季预测为2.10% 2.12% 预测数据是本土智库中最高 我们现在状况就是好像这个Ecarus一样 它是飞了 也飞得还不错 但是似乎 但是那个Ecarus有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呢 它就是因为它那个翅膀跟身体之间是用蜡黏的 所以它飞得再高 飞得高一点的话 那太阳一照的话 它就掉下来了 所谓的那种虚率就是说 那个力道是虚的 贴口直断的梁国元不改重炮风格 以希腊神话举例 他认为经济表现看似成长 但实际上是虚的 尤其苹果新品iPhone X 对明年出口贡献放缓 半导体零组件成长动能恐怕转弱 预测2018年经济成长率只有2.10% 短期的这个经济数据是看起来非常的这种正面 那全球一样台湾也是一样 但是大家对长期呢 是有相当大的一个隐忧的 企业界的这种要求呢 事实上跟现在政府要提供出来的呢 又有落差 因为企业界想要政府去解决呢 就是我们所谓的那个五缺问题 台积电董事长张忠谋 上周对外表示反对五加二产业政策 梁国元说 产业界希望的是好好解决五缺问题 但既有的前瞻基建 恐怕都未能有效处理 数重数轻 值得政府好好思考 新台电视程会谋审慧同 台湾台北报道